刚才看那个youtube youtube上现在 台湾啊香港啊这些反反华反共的媒体啊 一再的叫嚣这个 人民币要大扁 然后说是要抛港币抛人民币买美元啊 哎呀我不理解啊 我不理解这个海外这些华人没有智商吗 还是你们是傻逼啊 在美国已经降息的情况下 你持有美元 美元 谁这么干呢 谁这么干呢 美元要扁了 港币要跟着扁了 港独啊香港人啊 你那钱又要不值钱了 大陆人拿着同样拿100块钱到你那 又可以多买东西了 你跟美元挂钩 你跟这些是不是海洋文明国家跟英联邦国家玩 最后你的结果就是慢慢慢慢被大陆国家所超越 你的钱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多越 печ 这次美国降息了 已经降息了 你还抛什么 抛港币抛人民币 要美元 你这不正好给人市场留出空来了吗 那帮屠舅就等着你这么干呢 然后人家你走了 人家来蹲这地方蹲坑了 哎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 你们要是能玩金融 你们得玩破产呢 我这么想 别反华反共反的脑子都没有了 啊反的 你太可笑了 我的天哪 美联储降息了 降息是什么意思呀 降息啊 降息什么意思降息呀 能听懂不 我还得给穷哥们啊 这个哎呀 还是我再讲一遍啊 降息是什么意思 之前是升息 升息的意思是什么 要把外面的钱收回来吗 收回来吗 往回收吗 降息不就往外放吗 你这么简单举个例子 往外放水了吗 上次放水是什么时候 上次放水 不08年吗 08年就放水了 15年1114年又放过一次 一放水什么玩意啊 人民币升 最高升到6.3 一放水人民币就升 他美国为什么往外放钱了 开始准备 放水了 为啥那个纳斯达克 哭哭往上涨啊 刺激经济 刺激出口吗 美元要贬吗 你们真是傻逼 这个时候美元要贬 的时候你换美元 你先看看美元和人民币 会价 破期了吗 破期了吗 我骂你们傻逼啊 都是什么可怜你们 我操 你们的智商能赚着钱吗 还有网上那些 我告诉你 谁告诉你 这时候让你 我告诉你 台湾媒体啊 什么香港媒体 谁告诉你 现在这时候 让你换啊 换美元 抛人民币 你就骂他 祖宗八辈 绝对没错 那帮玩意都他妈的是什么 都是坏 就坏你 你明白吧 就下去 下去上他底下 骂他 祖宗八辈 他也就把坑人了吧 这是 我操 美联储降息的 然后你告诉他 然后他告诉你啊 赶紧换美元 我操 抛人民币换美元 傻逼吧 这是 哪个傻逼这么干呢 啊 后面人民币要涨上去了 人民币啊 是一个涨的区间了 已经 这区间都定下来了 我操你逆相做 你有多少钱呢 这么玩啊 啊 我现在越看这 YouTube上媒体 越干嘛像傻逼呢 怎么 我 我告诉春哥们 告诉他点真实情况 能赚钱的 别他妈听那帮傻逼的 现在还记个领带 我操你妈 这名牌大学 那名牌大学毕业的 你个傻逼一样呢 我操你妈 要么傻 要么坏 这帮人 我告诉你 玩点实际的 是不是 像我一样都全球 全球晃晃的 流浪地球啊 我为啥我流浪地球啊 那帮玩儿为啥天天 给人打工啊 不就在这儿吗 这个吗 他不信 我呢 信你 是吧 你 不信我呢 信那帮玩儿的 信那帮大学生的 哎呀我真他妈无语 我看那帮玩儿 傻逼到一定程度了 我还说的 我阵阵有词啊 我操你妈的 还给你画图形呢 这是小学生 都应该知道的道理啊 上次他妈 上次降息的时候 什么玩儿涨上去了 人民币涨上去了 美国的美元 也不是变成 现在不是美金了 他有涨有跌了 他现在 他跌的下跌的区 区间通道了 已经进入 哇你也告诉 我要长期持有美元 骂他妈啊 骂他妈 太恶心了 好了啊 这是传说中的 鞭鞭面啊 鞭鞭面 哎呀这个鞭鞭面是 辣椒啊 这是土豆 辣椒子一样宽调的 还有这个 葱油 哎呀 油挺大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 鞭鞭面 这是我今天那饭啊 然后又点了一个肉夹馍 慢慢吃慢慢吃 哎呀 这就是鞭鞭面 你看这个鞭鞭面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肉 类似于五花肉的 五花肉的肉 这是西红蛋 西红柿鸡蛋的肉 然后呢 这是胡萝卜 然后这是啥呀 这底下是油泼 油泼的 鞭字啊 鞭字据说好像这个字里边最难写的 最难写的字啊 所以我是点了这个鞭鞭面 哎呀 我操 刚才吃一口 确实好吃啊 确实好吃 啊 好了